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有到我们《芒向编辑》的节目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1月11日,江军节 首先,这里有社长雷敏汪 大家好 还有我家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邪义抗疫平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今天是江军节,有个人变成江军 要孤军作战 这个世界第一届江军是谁呢? 就是大统领川普先生 他们手下的人,表面上就支持他 我只是说平民,支持共和党和侵粉 就不停地说一套东西 就是说,喂,现在你们的传媒说 拜登是这个,赢了就赢了的了 都没正式说 你们这一次是一次政变 卑鄙无耻 不停地说 川普自己不停地说 在电视上说 喂,过了11月3日来的票 才是不... 11月3日之前来的票才是合法的 11月3日之后来的是不合法 不合法的票是不可以当作真的 我还没输 这样说 香港就立刻有一个前拳头力量 衰是者一家 对不起,袁是者一家 那位千金小姐 袁小姐立刻在她这段东西打下去 是啊,我附和你啊,说得对啊 不合法的票就不要算了 这样说 然后进家说 我香港来支持你的 但是事实上 川普身边的人是怎样想的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 他的左右手 没有川普做 他都上不了副总统的位彭斯 选之前他失失地中 选之后他竟然去哪里呢? 昨天他出过来的 出来做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瑞菲集团说 我们的疫苗成功了 这样说 我们会免费派给国民等等 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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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说 他原来走了去放假 他大大声说 我现在去了放假 我老板也放了假 我都要放假 这样说 而且是神仁的 去了福利达放假 那结果呢 就引来 阿钦最亲近的人 开始骂他了 阿钦最亲近的人 谁是他最亲近的人呢? 就是他的儿子 阿钦仔 他直接说一句 就说 在共和党里面 有些人 想在2024年 竞逐总统大位的人 他现在竟然 不敢去 不肯去帮总统咯 这样说 竟然说这些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乱叉咋的 那现在当然他们 就是 继续说很多大话 而 而美国主流传媒 基本上是 不播这些大话的了 现在 现在是说 基本上 就说这些大话 可以 封其二了 就是每一次 有 他们那边的人 出来说这些大话 美国主流传媒 现在是 是 是 昨天 他这个 霍氏新闻 就是 大家都猜不到 有个白宫发言人 那位 那位阿借 那些人说他漂亮 我就觉得 有些恐惧 我看不住他 说话 那 那位 那位阿借 叫做 麦克纳尼 就在那里说 美国 现在呢 是非法投票的 这一次选举 是非法的 是欺诈的 就是他大意 是这样说 当他一说到这一句 立即 霍氏新闻 他先 并且那个主持人就说 喂 我现在觉得 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说 他是现在指控民主党 是舞弊 又不是非法投票 除非他有更加详细的资讯 可以支持 否则我是不可以继续 让他说下去 直接是切断了他说话 那位主播 大家都吓得 想不到 独叔 会这么狠手 现在 上一次阿里桑拿州的事件 独叔已经率先报道 拜登赢了 他是所有的四大电视台 所有传媒里面 第一个说 独叔赢了阿里桑拿州 阿鲁是很生气的 立即打电话 想找他 你在搞什么 但独叔竟然 掌握他线 现在是第二次插他一刀 说明我不购买你 你说这次选举是非法 那些东西是完全不购买你 掌握他线 找他手下掌握他线 是令到阿鲁断了 当然 阿鲁断 就是阿鲁这些信息是被人压住 但是由于互联网时代 他手下有很多网媒 那些极右网媒走出来说 他就找到一两个那些 州议员那些东西在说 就说 我们有确切的证据 这一次选举是有股额的 我们Republican 我们共和党的监票员 是不能够贴身去看着他点票 因为是有这个限聚令 要隔开六米 他们拍了相片又这样又这样 他们拍了相片出来 又说这个不行 那样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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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不对 但是现在处留我们甚至找到些人出来说 我们的邮寄选票是被人偷了的 这样说 那就是阿朱里安尼 就是他那间四季大酒店 对不起 是四季园艺公司的门口 都是讲这些东西 现在就准备进行法律诉讼 就完完全全说逢拜登赢的州份就要去打官司 而最吊诡的就是昨天 首先我们上一两节都提过 共和党的参议院SANIC 那个老闆那个议长麦康罗就直接是这样说 说川普是有这个权利去点票的 这句算话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在美国的法律是容许这样做的 他有这个权利 不是说权利是这样说 是正常的 还有现在你看那些摇摆州份 拜登赢了那些 其实根本上那个选票的差距很小 就是加上现在有一个统计 就是加上了大概是276,000票左右 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就是差距是276,000票的时候 在那些摇摆州份 那他要重点选票或者挑战 就是这个选举有没有实质舞弊的那些 我认为他是一定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说了 不要以为公布了拜登是赢的 就是那些媒体公布了拜登是赢的 真的是拜登赢的 现在还有可能特朗普是会搞局 搞到美国很乱的 现在暂时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说一下究竟那几个重要州份 差多少 阿里桑拿州拜登赢15,432票 乔治亚州赢11,595票 Pansylvania宾州 45,475票 威斯康辛州 20,540票 内华达州 36,186票 那麦赢金州赢146,123票 但是当时就会有一个点票票站计数 他说人为错误 就突然间就变成一条直线向上的 就是那些点票公司 那些机器也好 他们就说 突然间那个票是向上 直线上 很奇怪 90度角直线上 那个票数有十二万三千票 直线上 于是现在就给 那家的东西就说 我们点票的人 有人手错误 计算错误 就是那部机器那些 于是那些人就捉住这些东西来骂 那大统领呢 那大统领呢 他就想着自己是可以搞乱的局 就是要找人去告 就是去告拜登 拜登说你是这样做 我跟你斗到底 但是刚而大统领 他剩下两个半月 他找了很多人去做这些东西 他就找了他的司法部长 巴尔去做这些东西 他就说要去调查 但是当他说要这样做 巴尔手底有一个律师 就是这些司法人员呢 就专门是去调查 这些选举舞弊案的 他就说我不做 我不做了 我现在请辞 因为这样做是违反了一直 我们一直行之有效 不去干涉选举政治 打压这些这样的东西的 这一次是没有这样的事发生的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说 这次是最清理的选举了 已经那些部门已经说 这是最清理的选举 是没有舞弊的 现在你硬说要有舞弊 我不做了 他害怕 其实那人是害怕要背这些 而巴尔就向各地的联邦检察官 就说 就递一张面目 就说要落案调查 有没有选举舞弊 他在里面就写了 若果有清晰和可靠的指控 只在各个州份里面存在着不正当的行为 而且会影响联邦选举结果的话 那就可以进行调查了 这样说 是初级调查 这样说 但是他到现在为止 他只是说 你要找到证据 你才可以调查 没有证据 就不可以调查 那证据在哪里 我没有证据 大家去找 这样说 那现在 这些 这些 当然有些是 就是 永远都查不到证据 他不过先说了 就是 现实就是 那 现在其实 美国的票是没点完的 刚才要说回一件事 就是阿里桑拿州 现在只是点了98%的选票 而这个 北卡罗罗纳州 也都是 只是点了98% 这个乔治亚州 也是点了98% 阿拉斯加 只是点了61%的选票 所以 当然 你表面看上来 当然 拜登赢了 但是 你之后 那个 法律挑战 重数选票 那些事情 不是很快可以解决得到 就是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得到 而且是 那 这样搞法 两个半月都搞不定 那拜登 宣誓 就会不会受影响 其实 如果这样搞下去 你要看 阿川普 什么时候面对现实 其实这个 就是要 要解决现在的问题 其实唯一的方法 就是阿川普 他自己出来 认输 他认输 会落祸 就是 现在个个个个都说 喂 我等着审理 就是 由我们之前有一节 说他说 他找了那个 Murphy 那个女人 在那里都可以夹着 其他地方大家都知道 阿川普上下棋手 就不少了 牙齿印就太多了 很多人都说 要他落祸 告他 甚至在告他 有什么证据 这些又是 证据是很少的 其实两边玩的东西 都是说的 实际上有什么证据 没有证据的 很多东西都 你说要 要损害他的公信力就可以 但是你说要他真正去坐牢 其实很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告到一个人去坐牢 是 但是 我觉得 就算 就算他真的有什么大件事 可能最后来都会特赦他 是吧 想想 连这个 尼克逊都没事 但是 要他的 怎么说 要他的下一任总统才可以特赦他 那就是要说数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说 反而是可以说点数 就是 其实我觉得 美国就是 他都知道 大家都两党执政 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 这个 和韩国不同的韩国 就是逗到你死我活的 一般来说 就是今届总统 就是清算上一届总统 但是 美国我觉得 不会 因为他知道 大家都要轮流执政 是吧 而且 不过有一件事就是 但是特朗普本身的人 是很喜欢做这件事 就是 是 非常喜欢把那些东西 推到他极致 所以 是很难说 他到最后一刻 可能他突然间 回落就算了 现在他还在看 那个选举的 那个点票结果 我觉得特朗普是 嗯 就是 他会看看阿里桑拿 拜登赢多少票 或者他自己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可能翻盘 其实到现在都是有可能翻盘 因为只差一万多票 在阿里桑拿就是 那如果你在北卡罗拿州呢 又是差很少票 基本上是 不够八万票 嗯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他是一定会等 那个 最后的选举票数结果出来 跟着他再看一看 哪些州份他要挑战 举个例子 就是我认为 他有可能 要挑战就是 威斯康生 因为那个拜登呢 就是只是赢 就是两万零五百票左右 阿里桑拿也都一定会挑战 是啊 那麦芝根那里就难些了 麦芝根当然现在变成了相差 差不多十四万票 那样 那就难搞些 那如果你说奔州那里 奔州那里 那麽大的州 差这个 四万多票 整个州有 就是有七百万人 就是 就是现在应该有七百多万票 不是七百万人 对不起 有七百多万票 那他差那麽少的时候 那他是一定会出声 他出声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他还在等着 就是现在他不会有任何动作先的 就是他有些东西就会阻止你 就是之前那个 上一节讲那个 总务下署那个 Administrator 他一定是会 hold住所有东西先的 他现在一定是不会 不会伤一些东西 都签了给拜登 那麦芝根他其实还是 他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因为 因为奔州那里 那个票都是差得 都是差得不是真的很大 现在说的是 那麽大的州是差4万7千票 是不是 他一定是 就是严格来说 是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的 差距 他一定会出声的 他不会就这样算的 是 就是老实讲 他出声是大家意料之内 但是他就硬是就要 说到这一次是舞弊 就被人觉得你过了态 有部分的人觉得他过了态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看的 到现在都 就是他有些人觉得 过了不是过了 你有什麽所谓 你想一下 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 喂 因为他每一次都说 一过态 最后我要你落祸 你选举舞弊就要落祸 你讲这些东西 其实是会令到 也都是令到拜登那边的人 我是不会 我是也都不会 back down 你其实可以很简单说一句 喂 这么近我要再选 我要再点个票 有多难 大家都很明白 但是你下一句你就说 选举舞弊 你手底下的人就说 要准备国民警卫军抓人 你是附和这一种东西 是因为他手底下那些极端分子 说这些东西 他为了讨好这些人 所以做了一把口 是说这些东西 结果就令到对家 明明一个很合理的事情都觉得 喂 不能够放过他 真的可能会拆 拆张走火是低 但是不是没有 但是他一向的风格就是这样 但是你的风格是这样 不是代表你可以这样做 是 你现在被人的感觉是很危险 我更加不可以放过你 你是想我特赦你做最后 但是你就不可以这样做 你这样我怎么可以特赦你 但是你要想一下 他是要这样 抑牙松缸才是什么 其实他 他都是不断地 我当他 当他是想别人特赦 不是 其实他是要这样才可以的 你明白他 他是要这样才展示到自己是有实力的 不然他 人家就不跟他谈的 其实他是这样是对的 就是他用一个伤人的想法 是不是 架叫高一点 然后慢慢谈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他是一直都是这样 当然他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过了 他做得过 他说我是不服 但是他不需要说我要把所有人都抓 他现在隐喻说你们是选举舞弊 喂 大哥 最后是我赢了 你下一步怎么样 是不是说要选举舞弊 抓了他们 如果万一是被你赢到 你真的选举舞弊 抓了拜登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 但是他撕裂会在 当然他可能继续 其实他心里都打定输数 输了 就说你们选举舞弊 然后我就卷倒重来 他打算这样做 九成九 这个人 但是 我觉得他不是以国家为念 这个人 不理国家为念很正常 很正常的 他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 就是我 你听我说 我只是觉得他不以国家为念 喂 你美国风吹祖动加拿大都很麻烦 真的 不会很麻烦的 就是 有一个三亿多人的地方 你猜真的那么容易 内战吗 不是 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有些人觉得 美国说会这样 会打内战 就是 天真了少少 就是好像老赵那样 一定会拉到拜登下台 就是把拜登 就是 说大統领一定反倒盘 那又是天真了少少 我觉得他也是 那他可以说大一点 哈哈哈 他真的说得很大的 现在不是开玩笑 可以再说大一点 这个 我觉得是会 就是 老实说大家觉得是 到最后 第一会不会打官司 就是 第一 阿爸会不会找到一些东西出来 阿爸二 阿爸阿叔 阿肥老爸 会不会找到一些东西出来 就是说他选举舞弊的证据 打官司就打硬了 调气不信 要不停地 但是选举舞弊那么严重的指控 会不会吐出来呢 就是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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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不到科 我觉得最多是重点 最多是重点 你不会说是选举舞弊 因为 就是看看霍士都不卖帐 你不可以胡说选举舞弊 大哥 我说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哈哈哈 就是老公 我最怕的就是他说选举舞弊 那麽呢 就是 如果以一个中国的眼光来看 哇 你说选举舞弊 就过瘾了 这件事就有很多东西玩了 还要被你吐出来 你以后每一次选举 你都大大瘾了 那真是那些人就开心 就是真是过瘾了 那麽不过 就是对于美国这个 那么伟大的国家 就是你不可以说美国不伟大 因为他出了很多 勁的科学家 互联网都是他出的 因为个傻佬搞成这样 我就觉得很软色 那这件事会继续 就是这个傻佬会继续搞局 是 他不会那麽快收工的 是 还有他做了一个先例 是他成功做到美国总统 所以以后都要有很多傻佬 跟他这个风格做事 是 而且他 我相信下一次他女儿 很多人捧他的女儿 或者他的儿子 如果不是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反而不多出声 我相信是他的儿子会出手 也不一定 是 连彭斯也有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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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始终都是同党的 就是同一个党的意思 不是 不是纯粹是同一个党 而是他客观上 你看那些选票的数字 真的是很近 就是这一样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是 如果你纯粹是同党 他硬担死不走 你都会赶他走的 在关键的时刻 因为你都要自保的 是的 但是这个情况下是很不同的 为什么呢 这个情况之下 他那个选票差距实在太少 嗯 尤其是很多摇摆州份 根本 就是你说的那个数字 只要有人选错了 有人数错了票 他已经可以翻盘了 其实是 嗯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哎 我们都是观望 哈哈 就是说 他的数字 如何数字翻盘呢 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我最怕就是 竟然有人拆枪走火 说乘机说民主党选举舞弊 搞到这样就大大惡了 不是他说是无所谓的 因为你说是无所谓的 就是我认为说是无所谓的 为什么呢 没有证据的嘛 没有证据的嘛 但是有人找到那份证据出来 就是有人作个证据出来 那作也没用的 老实说 就是他们够够说这个 拜登仔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最后来证明了 伤害不是很大而已 就是没有说老潮 你说到你还不死眼 大败啊 其实当时我们也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 好像实质效果都不大 当然那些黄人不是这么说 但是最后来证明了事实就是这样 其实阿钦是衰白人的了 就算他衰了 当然是 你想想他本身的民调是落后10%的 实际选票落后3%都不到 现在据的数字是2.9% 而且是一个人对着所有的储留 是所有 包括阿鐸叔都要怼他 他仍然是可以站到这么硬 他都算是一个天才 一代的梟雄 不到你不说 还要你看一下第二多人的州份 就是这个德州 他都是领先很多 他不是领先少在德州 德州是领先六十多万票 当然你说加州 加州更厉害 拜登领先三百多万票 加州一向都是他的票仓 都是民主党票仓 因为沿海那些人想法的方法是不同的 就是东西岸沿海的人 你会看到传统西岸 传统东北海岸线的人 那些是 保守一点 比较自由一点 不是 保守一点 东南海岸是比较保守一点 这些根本长期都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其实你觉得波士顿那些城市都是 老实说其实我觉得都挺老式的 那些人的想法 就是跟加州那些 就是做这些科技业那些又差 又是不同的 老式不要紧要的 就是你说 其实波士顿应该如果没有记载 在麻省 是吗 是 没错 如果在麻省 麻省那些人 因为他高学历 就是其实高学历的人 比较会接受到民主党那一套 说的话 就是比较左翼思想的人 其实是会多一点 嗯 嗯 就是认为 在一个社会做得到的人 是要帮助在社会做得不到的人 那种是比较多一点的 那种思想是 尤其是你看看美国的学者 其实美国的学者 其实他们想的事情是很进步的 就是严格来说 就是他们是比较接受得到 社会是要 公平一点 是公平一点 而且要照顾一些弱势的 他们能接受到这件事情 而你看到香港的人是很奇怪的 就是香港那些黄友 其实他们是 越厚手是越退步的 越厚手越厚 越厚手越厚 越厚手 是很离谱的 就是他们是本身没什么的 他们认为所有人打压他 那没办法 是不正常的 他们想的那套 其实很多人想的那套是不正常的 就算有些人说支持全民退保 退保那些 其实那个核心思想都是很有的 是 那没办法 那好吧 看多几天会发生什么事 好 是没那么快的 甚至看多一两个月 不是几天 不是两个半月 是 到最后 酸了 看下会怎么样 那一天都说了 那好吧 拜拜 我们先说到这里 拜拜